二十六年前 凸现了三把手枪 突发的两声枪响 这是这里进的 这个地方 对 这里 他们是谁 又究竟有什么目的 难以寻觅的踪迹 二十六年的坚持 当最后的嫌犯终于落网 却出现了另一层罗生门 那当时枪在谁手上 在神中身上 你没有拿 我没有拿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二十六年前的枪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这个枪支的危险性 不用多说 大家都懂 所以全世界各国 对枪支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其中90%以上的国家 是不允许普通民众 随便拥有枪支的 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早在1951年就颁布了相关的法令 从法律层面确保群众的安全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 却非同寻常 这案子当中不但出现了三把枪 甚至还出现了因枪而起的罗生门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案子发生了很早 是在1993年出的事 这个案发地在浙江的湖中 这人叫洛莲娜 他就是当年这个案件当中 被枪打中的被害人 掀开裤腿 洛莲娜说他的膝盖上 仍然能够清楚的看到伤疤 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洛莲大说当年他只有22岁 是浙江珠记的一名珍珠商人 为了开拓货源 他经常到湖州来收购珍珠 他记得那是8月7号 洛莲大和两个老乡又来到了湖州 一天下来收获不错 到了傍晚三个人离开村子 准备到县城住宿 可是当他们走到一处桑树地的时候 竟然被四个陌生男子围住 就是说把钱拿出来 什么的一类东西 就是要抢钱 说实在的1993年的时候 人们出门只能带现金 而洛莲大他们是出来收珍珠的 身上的现金就更多了 具体有多少呢 两万多 这个数啊 当年能在小县城里头买套房了 除此之外 洛莲大身上还有刚收来的七八斤这个珍珠 也很值钱 不过洛莲大说呢 开始他们并没有太紧张 为什么呢 还有他们各自有选 我们三个来比他们大得多了 是吧 也不怕他们的 是啊 你们四个人 我们这边有三个 就算是动起手来了也不怕你呢 可是洛莲大说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接下来他们这个心啊被揪起来了 因为对方露出了一样东西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洛莲大和同伴们都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 这把枪 怎么可能啊 前面想想嘛 肯定那个枪可能是假的或者什么的 但是很快洛莲大呢就发现这个想错了 因为对方竟然毫无顾忌地就抠动了扳机 更重要的是 抠动扳机的不止一个人 而是两个人 他扣了两枪呢 后来给他打出来的 总共呢可以了是两枪 两声枪响过后 洛莲大瞬间就感到这个恐怖巨疯 他立马就倒在地上了 我们知道 这是其中一枚子弹射入了这个洛莲大的膝盖 而另外一声想想呢 那子弹要打到哪去了 幸好另一枚子弹没打到谁 那两名同伴呢没有受伤 不过呢他们因为太害怕了 就蹲在地上了 洛莲大被同伴送到了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而被惊动的村民们呢也赶紧报了警 警方接警之后呢 非常震惊 负责案件的刘舍林呢 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那个感受 感觉到很静静 因为在我们航加火器区 我们治安形势一直是相当好 像这种大白天的抢析 又是吃枪 相当是很不打油 警察第一时间在现场发现了 一颗子弹头和一枚弹壳 最近他们对子弹呢就开始了技术分析 可是这一分析呢 更加感觉到这事情不一般的 当时分析师一直就是应该是一种金用强制 不是我们国内的就是那种金用强制 来自境外的军用强制 这四名劫匪究竟是什么来历 看来抓了他们是当务之急 于是搜捕就开始了 但是得提醒大家 1993年吧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那个年代别说摄像头了 身份证都是第一代的 根本就查不出你乘车住宿的这个行动轨迹 所以要找人呢只能拼人力 他要逃跑 可能是周边的那个车站 人场码头 各方面的我们都去思考 都去访问 可是一通调查下来 没有发现任何现实 大家真是着急 因为这不仅是为了抓住 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更需要防范的是 他们四个人身上有枪 万一他们再来一个疯狂的举动 再次作案怎么办 可是上那是去找呢 突然警察灵光一闪 发现了这起抢劫案当中的 一个特别大的漏洞 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 劫匪当时是在洛联大 离开村子的时候 突然窜出来的 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是在路边 特意等着洛联大他们的 可是劫匪怎么知道 洛联大身上有钱 除非他们盯上了洛联大 因为被害人在这里 就是做那个珍珠生意 他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在这里多次来过了 那是怎样的人有条件 盯上洛联大 警察认为只有一个可能 可能是有本地人存在 这个推断呢 洛联大也表示认同 为什么呢 他说了一个细节 有一个呢 可能灵活本地的应该是 你怎么知道对方是本地的 那能听出来的 我们那边跑几年 这是本地话能听出来的 同时呢 洛联大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 那就是除了朝他开枪的那个人 说本地口音之外啊 其他三个人呢 似乎都是外地口音 而且皮肤偏黑 那这个线索呢 警方觉得弥足珍贵 因为外地人这三个字 在当时说起来 就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特征 当时外来人口很少 不大有外来人口的 我们九四年代初的时候 那么他们几个外来人口 在这里出现 本身老百姓呢 有一个警惕性就是 是啊 附近村子里头 有没有谁家来了 三个外地人呢 而且还是年轻男性 警方在每个村子里头 就开始走访调查 果不其然 有村民反映 有个姓沈的男子 正好符合 而且呢 警方还了解到 沈某呢 25岁 可是呢 不但游手好闲 还好赌成性 赌债都签了一大堆了 很快 警方让洛联大 来辨认沈某的照片 一眼洛联大就认出来 这不正是 开枪打鼓的那个人吗 这个时候 距离案发指过去一天 可以说这个侦破速度 已经相当快了 但是进行到这一步呢 接下来才是最难的一点 上哪去找这个沈某呢 警方已经查过了 自杂案发起 沈某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在没有道路摄像头 不需要身份证 坐车的年代 警方要怎么找到一个 有心躲起来的嫌疑人呢 还真别说 不同年代有不同年代的办法 总的来说嘛 还得靠智慧 案发第二天 警察来到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浙江珠记 来这干嘛呢 背墙有部分珍珠 那么附近市场 也只有珠记 有这么一个市场 你会要销售 要变现嘛 警方一方面派侦察员 到珍珠市场去排查 另外一方面呢 在珠记的汽车站和火车站 进行了布控 有没有成果呢 事实证明 警察想对了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 警察在珠记火车站 看到了沈某 然后在那个珠记 那个火车站 他们盘查当中 他们发现了这个 磕磕磕 更重要的是 在沈某的身上呢 警察搜到了 三千多块钱的陷阱 以及另外一样 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那只手枪 无疑 沈某就是嫌疑人 警察立即把他拘活了 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要问了 当时抢劫的不是四个人吗 除了沈某 因为还有三个外地人 他们仨呢 要告诉大家的是 与沈某同时落网的 还有一个姓胡子人 他是云南文山人 他也承认 自个儿呢 正是当天参与抢劫的人之一 至此 两名嫌疑人到案 可是与此同时呢 警方并没有看到 另外两名嫌疑人 据沈某说呀 他们也是来自云南文山 另外两名嫌疑人 据胡某和沈某交代 他们是兄弟呢 名字是杨某星和杨某帅 那他们人呢 很遗憾 他们没有跟沈某在一起 所以呢 就逃脱了这次拘捕 他们当时说 在一个地方分手了以后 他们也不在他们去向了 而接下来 沈某所说的 就是案件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点了 沈某表示 另外两把枪啊 从头到尾 一直都在杨氏兄弟手 并且三把枪 全是杨氏兄弟搞来的 基于沈某交代 另外那把枪就是杨某星和杨某帅 也就是杨老六和杨老七 每个人各自一把 这么说来 杨氏兄弟就显得太重要了 因为他们不但拥有枪 而且还了解枪支的来源和渠道 这样的人混迹在人群当中 那是太危险了 为了找杨氏兄弟 湖州警方多次去了他们的老家 云南闻山 也发出了全国协查通报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杨氏兄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越是这样 就越体现了杨氏兄弟的狡猾 也说明他们的危险系数很高 而这个时候呢 案子也在当地传开了 不少的老百姓都觉得挺害怕 那当时呢 肯定影响很大的了 当时乡下大家都放心金的 鱼塘上什么珍珠 养珍珠都没有现金的 大额的现金 让你们最担心的是一个什么 最担心的就是 就是抢劫这种事情 比较恶心的 一方面是对老百姓的恐慌 第二个 几支枪还在留在社会上 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 那可能要发生更大的案件可能 显然杨氏兄弟成为了案件 侦破的重点 可是侦破始终没有进展 这边呢 沈某和胡某对他们的这个审理 也不能再等了 1993年12月29号 浙江省胡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了判决 持枪并击伤被害人的沈某 被判处死刑 一同参与抢劫的胡某 被判有期徒刑15年 现在就剩下杨氏兄弟了 他们甚至比沈某和胡某更为重要 于是胡州警方一直坚持 对他们的老家进行监控 更是进行过多次 全国范围内的搜寻 但是一转眼 多少年过去了 杨氏兄弟还是一句全武 胡州警方觉得这心头上压了一块大石头 这段坚持一直比较重视的 所以我们一直对历年来的 治案把逃犯一直在梳理 每年都要跟守在地公安机会联系 那有条件的我们自己赶过去 那条件不好的 让对方比如说给逃犯 就是过年过节 给他们打个电话 这个人帮我们看看 又不回来了 这份坚持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 这个时候距离案发已经有足够26年了 绝大多数群众都把这个案子给遗忘了 甚至连洛联大呢 也对抓到杨氏兄弟不忘记忘了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2019年8月18号那天 胡州南巡警方收到了一条 来自云南闻山警方的消息 当时闻山警方呢 反过给我们 他们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线索 线索里面是提到一个人员 叫杨某欣 没错 群众举报 并且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名群众举报的内容相当详细 他表示当地有个实况厂的老板 于20多年前曾经在浙江犯过大案 一听杨某欣这个名字 再一听浙江 云南闻山警方你说能不熟悉吗 当然了 立马就联系了胡州警方 一听这消息 胡州警方一时简直都不敢相信 26年 嫌疑人真的就这么出现了 该不会是同名的人吧 好在闻山警方同时还发来了 杨某欣现在的这个照片 左边的是26年前 抢劫案的犯的嫌疑人杨某欣 右边的是这次在云南 闻山被群众举报的矿石厂的老板杨某欣 乍一看似乎有差别 但是警方认为这两人的面部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从鼻子 包括这嘴巴 这个脸的大概轮廓 尤其他这个两个脸下 是偏方形 下巴是平下巴 所以了 胡州警方哪还坐得住啊 他们立即赶往了云南闻山 2019年8月19号的中午 警方对杨某欣赴下了天锣地瓦 控制住之后马上就亮明身份了 那谁他什么反应 开始是反抗 听到胡州公安就不反抗了 为什么不反抗呢 那正是因为啊 自个儿县里都最清楚 自己做过什么事 当然了 大家肯定没忘 杨某欣是哥哥 他弟弟杨某帅呢 所谓前一发而动全身 杨某欣出现了 警方很快就知道了 杨某帅藏在哪 我们也去村里面问过 确实是在外面做女婿了一起 作为上门女婿 杨某帅呢 是住在云南省的秋北县 二话没说 警方立即行动 把杨某帅也成功抓惯了 虽然时间花得太长 虽然过程非常艰难 但是所幸的是呢 杨氏兄弟落网了 这太好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案子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呢 还记得我们开头所说的 这个案件当中 还出现了罗生门 谁都没想到 杨氏兄弟的落网 竟然不是结束 而是掀开了案件的 另外一层面上 因为杨某欣居然表示 他当年根本就没拿过枪 甚至于他去抢劫都是被迫的 不气他就叫自己的核社会来打我 警方找了26年的射枪重点嫌疑人 现在居然说自个是被害人 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那杨某欣说的是不是事实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26年之后 案件竟然出现了反转 有可能吗 我们不妨先去听杨某欣是怎么说的 杨某欣表示 其实最早是沈某去云南找到胡某 而他们跟胡某同村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认识了 是那里的一个浮行高大仪器 他将起叫到这里 杨某欣强调 沈某当时是一个劲的穿动他们去浙江 说那发达 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 放在根底过来 掩一掩下 资金不够 神公司 背景我们了解了 那么抢劫的事呢 关于这个杨某欣着重解释了 他表示事发那天 他一开始是被沈某给骗了 他在独情地方 独罪了人跟人家打架 他独情独输了 你就叫我们跟他去作为 听说是助威 杨某说呢 他就跟弟弟一块去了 可是到了之后 杨某欣才说啊 他发现事情超过了他的预料 沈某居然是想抢劫 杨某欣说他吓坏了 更让他觉得可怕的是 他看见沈某还拿出了枪 那接下来呢 杨某欣说的就是重中之重 他强调 当时因为害怕 他根本就没有碰过枪 当时有几把枪 好像我尽头是两把 好像是 那当时枪在谁手上 在沈某欣身上 你没有拿 我没有拿 大家发现了奇怪的地方没有啊 当年沈某说的可是有两把枪 自始至终都在杨氏兄弟手上 可现在的杨某欣说的居然完全相反 这可不是罗生门吗 不止这一点出现了偏差 还记得吧 沈某当年说枪也是杨氏兄弟买的 对这个的杨某欣呢 是直呼冤枉 枪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拿的 杨某欣最后强调 他当时完全就是被沈某逼着去的 事后的沈某也只是给了他一千块钱 就把他打发了 从头到尾 他就没想到过要伤害任何人 我拿这里天高皇帝眼 我也不知道一个人 所以他指动我就根据他启动 仔细就去洗 不去他就叫我自己的河塞 或者打我 这下事情就蹊跷了 杨某欣说的信誓旦旦 可问题是他跟沈某当年所说的完全相反 不只是大意上相反 整个细节上也一点都对不上 说到这我们不妨再来翻开沈某当年的笔录 看一看他当年是具体怎么交代的 沈某是这么说的 1993年4月他跟胡某一起去云南 原本打算从云南贩卖一些哈巴狗到浙江 但是后来生意没做成 在云南期间经胡某介绍他认识了杨家兄弟 之后他们就动了这个火同杨家兄弟回胡州抢劫的念头 关于枪支的来源沈某也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当时还是杨某欣把家里的两头猪卖了 花400多块钱买了三把枪和一些子弹 之后三个人一同来到了胡州 其实原本没胡某什么事 可偏偏案发当天他们在路上碰到了胡某 胡某强烈要求加入 于是一行四人对洛连大他们瞎了手 两个人说的是难言美哲 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相 两个可能 一个是沈某当年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 故意把大部分的责任都推到杨氏兄弟头上 另一个就是杨某欣想着沈某都已经复发了 所以就把事全甩给沈某 而问题是警方要怎么判断 警方首先想到的是找洛连大求证 还记得吧 洛连大说过 有两个人开了枪 一个是沈某 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可以想他们 你本地的一个 他外地的有一个 洛连大确实记得另一个开枪的是外地人 可是时间太久了 具体是哪一个他记不清了 看来这里是没有希望了 还有谁可以调查呢 当然了 大家可能会说 与杨某星同时落网的 不是还有他弟弟杨某帅吗 怎么不问问他呀 杨某帅当然是要询问 可是一开始呢 警察觉得这么多年了 兄弟俩肯定早就商量好了 所以这俩人的这个说辞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杨某帅这边居然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意外 看来杨某帅似乎比这个杨某星坦率多了 之后杨某帅更是回顾了他们作案的动机 他表示1993年的时候他们家挺穷的 哥哥杨某星平时打点零工 他在家里头放牛 认识沈某之后 沈某就鼓动他们俩去浙江抢钱去 至于枪嘛 杨某帅也说 就是他哥哥跟沈某一起去弄来的 杨某帅还交代 案发之后他们四个人一起去了朱迹卖珍珠 而就在沈某被抓的时候 其实他们兄弟两个也在车寨 只不过赶紧就躲到角落上去了 就是他们被抓了 我们就很害怕 就把那个枪就振到火车上面那边的厕所 再往后呢 兄弟俩坐火车回到了云南 知道警察的找他们就没赶回老家 而是四处飘坡 就到处起坐过 我们就到朋友联邮求建议系 把杨某帅所说的跟杨某帅所说的 放在一起做个对比 谁真谁假 似乎已经是太明显了 很快杨某帅和杨某帅都被检查案批捕了 等待他们的将是来自法律的审判 最后再来说说洛连大了 身为案件的亲历者 身为一个等了26年的人 洛连大了 那是相当的感慨 杂某们想想也挺高兴的 本来也不抱希望了嘛 说洛连小伙们 你说就是所谓的那个国家 那个种法律啊什么的 还是没有利的了 能够理解洛连大那种既惊讶又兴奋的心情 他可能以为26年了 嫌疑人肯定找不到了 或者就算找到了 由于年数太久 也难以完全还原案件的全貌 但事实证明 对于发案者 警方没有放弃 甚至执着的心易如往昔 正是这种坚持 给予了我们每个人足够的安全感 同时呢 这也让意图作恶的人 心生俱意 不敢为所欲为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落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试上 去下载手机 这样一台客户 好 各位观众 再见